腿推肌是一個操作簡單好上手的器材 但你知道操作這台器材時 雙腳踩的位置會直接影響到你的活動範圍 甚至使用肌群比例的不同嗎? 今天我會從身體比例 操作時腳踩的寬度高度去解析這個動作 讓你看完這支影片後 找到適合自己的完美姿勢設定 用腿推肌成為新一代的腿王 你是健身新手不知道怎麼開始訓練嗎? 超合心全新線上課程 胸背肩腿完整訓練動作庫 現證預購中 課程中滿滿的40個動作教學 讓初學者們輕鬆入門 不必擔心動作去哪學 你有健身習慣 但動作感受度總是不佳 想找出問題點嗎? 我們將透過生物力學的角度 結合我們將近10年的教學經驗 告訴你每個動作該注意的問題點 而且課程終身不限觀看次數 現在就和我們一起往 更科學的健身之路前進吧 總秒優惠價2680直到12月16號 三人團報還有更優惠價格 現在就點擊下方資訊欄 查看更多課程的內容吧 大家好我是超合心的Kevin教練 腿推肌是入門時很常接觸到的訓練器材 甚至訓練老手也會將腿推安排在訓練的課表中 不過看似容易操作的腿推肌 在一開始的知識設定上 就有非常大的學問 其中雙腳踩的寬度 其實就會影響到下肢肌群的使用比例 而腳踩位置的高跟低 也會因為不同身體比例的人而有所差異 踩得過高或過低 都會讓動作的範圍受到限制 所以今天我會分別依據 操作腿推肌時的訓練目的以及身體比例 去告訴你該怎麼一步步找到適合你的腿推肌知識設定 另外這週也是10萬訂閱10萬回饋抽獎活動的最後一週 也是我們的最大獎 Garmin The Venue 2智慧玩表的抽獎週 別忘了要把影片看到最後喔 在操作腿推肌時 第一件你必須知道的事情就是 腳踩的寬度不同 使用的肌肉比例就會不一樣 再講一次喔 使用的肌肉比例就會不一樣 我們可以用兩個不同的占據去比較 第一個占據是腳踩的位置與肩同寬 第二個位置是兩倍的肩寬 當我們腳踩的位置與肩同寬時 因為腿推肌的力線方向 和股四頭肌的受力方向一致 所以股四頭的股直肌和股外側肌會直接受力 訓練時就會使用到更多的大腿的中段跟外側 接著我們去探討踩的寬度較寬的狀況 以兩倍肩寬的距離為例 因為寬關節向外張開的角度變大 進而讓腿推肌的力線方向 會與大腿內側受力方向一致 所以訓練時會用到更多的大腿內收肌群 與股四頭的內側頭 另外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剛剛的示範動作中 我們的腳尖都是朝向外約30度 由於寬關節和骨骨的結構關係 腳尖朝外30度與腳尖朝前相比 在做腿推時 寬曲的活動範圍會比較大 所以如果你的訓練目標 是訓練到更多的大腿內側肌肉 需要踩的寬度會比正常寬度更開 相反的 如果要更直接的訓練到股四頭肌 踩在與肩同寬的位置即可 並且兩種占距都必須透過腳尖方向 朝外約30度 讓動作的活動範圍更大 不同身高的人 在操作腿推肌時又有什麼差異呢? 在起始動作寬曲角度相同的前提下 不同身高的人會因為骨骨的長度不同 進而影響到他們腳踩踏板的高度 以我為例 我和Carrie相比 Carrie的骨骨長度較長 簡單來說就是他的腿比較長 所以在起始位置時為了做出和我一樣的寬曲角度 Carrie需要踩在較高的位置 而我與Yuffie相比 Yuffie的骨骨長度較短 簡單來說就是他的腿比較 所以在起始位置時 需要踩的位置相對就會較低 接著透過Carrie和Yuffie的動作畫面去比較 可以發現Carrie在操作腿推肌時 動作形成的範圍會較大 而Yuffie在操作腿推肌時 動作的形成範圍會較小 在科學上操作腿推肌時 骨骨長度越長的人 動作形成就會越大 也因為動作的形成大 Carrie操作起來一定會比Yuffie還要吃力 但實際上這台器材不管形成大小 都會讓人覺得很吃力 不分身高 那至於他的位置高低 對於動作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在操作腿推離心時 大腿會往軀幹靠近 膝蓋會配合彎曲 腳踝也因為踏板靠近軀幹 與筋骨的角度逐漸變小 如果我們踏的位置較高時 起始位置的髖關節曲曲的角度容易過大 導致在離心下放時髖關節它會沒有活動空間 讓腿推的動作範圍受限 如果我們踏的位置較低時 起始位置腳踝的背曲角度會過大 導致在離心下放時腳踝的活動度受限 讓動作範圍也有所限制 所以在選踏的高度時要去了解的是 踏的高度會影響到動作範圍 正常來說踏上去 腳踝與筋骨的夾腳會略大於90度一點 膝蓋保持微彎腿自然伸直即可 總結來說 第一步我們需要根據不同的身高去調整我們腳踩的高度 接下來確認腳踏的位置會不會過高或過低 這兩個情況都會導致動作的範圍受到限制 最後要根據你想要訓練的肌群去找到適合的腳踩寬度 並把腳尖擺放在微微向外開約30度的位置 透過一步步的詳細拆解 找到最適合自己的訓練 讓你的訓練效益越來越高 成為新一代的腿王 本週也是10萬訂閱10萬回饋的最後一週 最大獎來囉 只要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是誰誰誰 我帶Gavin Venue 2練出更好的自己 就有機會抽中Gavin Venue 2的智慧環表 趕快在底下留言吧 這支影片就到這裡啦 以目前的腿王跟蜜桃屯們 還不趕快按讚訂閱並分享這支影片 給你的親朋好友們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